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学玩瓷器这个收藏呢 首先你要了解这个真正道代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呢 我想制作系列的这个视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明代景德镇玉瑶厂所烧造的这些彩词 所谓明代烧造的这些彩词呢 顾名思义呢 它包括有五彩 豆彩 杂幼彩 还有素三彩等等 其中五彩呢 又分为这个纯的右上五彩和青花五彩两大类 那么青花五彩呢 就是指首先呢 在已经成型的这个披胎上面 用这个青花料描绘这个局部的图案 然后呢 它在尸上透明钮 入这个窑里边 经过高温啊 1200度左右 烧成以后 拿出来啊 等它凉了以后 再在钮上啊 尸上各种的这种彩料啊 然后让整个这个图案完整 再进入这个低温烧造 那纯这个右上的这个五彩呢 它的烧造整个贯穿于这个明代啊 从开始到结束 青花五彩词呢 是首先创烧于宣德时期啊 以后这个各个朝代都有陆续在烧造 那么豆彩呢 其实大伙也都知道啊 就是这个这个也是在这个已经成型的胎上 以清料呢 这个双钩这个图案的轮廓线啊 然后在石头明诱入窑 再高温烧造啊 然后呢 出来以后 等它凉了以后 再去啊 填上各种的右上彩 然后再入碳炉以后呢 经过一次啊 或多次的啊 低温焙烧而成的这种彩词 就叫做豆彩啊 那么了解这些啊 看这些器物就能够对这些彩词 有一定相应的了解 那么以至于呢 说我们了解它的气形 了解它的这个啊 胎用 了解它的啊 这个青花或者材料的发色啊 还有呢 就是文事布局以及绘画 因为在每一个朝代 它绘画的方法不一样啊 啊 你像这这些 大家可能在基础知识上都有一些掌握了 对吧 啊 最后呢 就是还要了解它的这个圈足 以及款制啊 它哪一朝都是什么样写款 哪一朝都是啊 写什么样的字体啊 以及它是用这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圈住它啊 有的 比方说有双圈框 有双方框 哪一朝用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呢 大家有一个系统的一个了解才能够啊 以至于你在收买东西的时候呢 不至于打眼和上当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